大家好,我是巴仁特 今次開箱速遞就和大家帶來這裡 不止一部,還有兩部在後面 就是TLV NEO最新推出的 Nissan Laurier 學神車的版本 這輛學神車我都期待了多久 拿到上手完全沒有令我失望 至於我原先就想找回我之前比較喜歡的 黑色拉金色線那一架 找不到,不要緊,也找到 其實都是一樣漂亮的 黑色型一點,找到這架回來做一個對比 當然,其實今個月也有出到一部 樣子很普通,但都是這個 沒有Two Tone,沒有拉花 好像是有Two Tone,但顏色太普通了 好像是白狀銀,又撞得不漂亮 即是有一個白狀金,你再把它出一個白狀銀 或者就這樣白色,就很沒癮的 那這架呢,就很鮮明很多 就算旁邊有一個,你是... 怎樣說呢,這架好像這架這樣 他用鐵皮靈 我現在拿著一個Sample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架 就算用鐵皮靈,又是整架車黃金 還要紅色大字 你拍起來都會輸一截,對不對 所以為甚麼我寧願買兩架這架 但我覺得自己是太任性了 因為我預示不到原來俄羅斯會打烏克蘭 而打完打的時候油價會上升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有點後悔 但是車這麼漂亮感覺上也值得的 另外也算值的 讓大家看看 很任性的買兩架TLV 這件事情是不太常見的 除了這兩架車用了我最愛的黃色之外 還有什麼? 是我最愛的鐵皮靈 沒錯就是黃色和鐵皮靈 我很喜歡學神車嗎?不是 但我喜歡黃色車和鐵皮靈 動機就是這麼簡單 但我覺得自己真的太任性了 我以後應該也不會這麼任性 很少可的 除非你出黃冠是黃色的 都不配搭 但有些可以想一下 OK的 或者你出一些 其實就算我的款我再喜歡 我都不會同一式買兩架 但你去到一個更特殊的環境 尤其是兩架 都一樣 我都要買兩架 你不是說一架一號 一架二號 兩架都一號 為什麼要買兩架一號呢? 是不是? 太暗性了 但真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觀眾真的這樣 喜歡那些車的版本夠齊 當然現在的車齊版都吸引不到 因為現在的車設計得不漂亮 但以前的車齊版 我又覺得挺有味道 可能以前還有這個 跟這架車一樣的年份 因為這架車是92年的 學神車 回到那個年代 大家都知道以前還有一件事 現在都有 只不過是少了 通常是商用車才有 現在這架C卡車都有 沒有顏色的頭尾奔把 對 即是那件色是黑膠的 黑色塑膠奔把 沒有顏色的 顏色是要option 或者是頂級的版本才有 我們回到那個年代 對 如果應該有這麼少一年紀的觀眾才會得到 我勉強算是那個年代 但是 那時候的什麼 鐵皮靈 黑色膠奔把 那些東西真的很有感覺 當然 同一部車 好像我很喜歡的蛇躲 EF房車 有顏色和沒有顏色 我都喜歡的 駕駛不駕駛我都喜歡 但是駕駛起來 有特別的感覺 那些好感 對 不是 正常應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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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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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而已 之後就已經到這輛了 當然了 接下來都會再出一部929 我是有訂到的 我沒有訂到警車 929警車我沒有訂到 但929學神車我是訂了的 第626 哎呀 講錯了 626 它之前那輛是626 之後就到這輛 然後626再翻出的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要隔這麼久才翻出 我要翻出學神車 要翻出626 第929 糟了 我自己開始突然間 我自己老人私傲 我要查一查資料 到底是12626是嗎 糟了 我講一下自己也老人私傲 那再講一部車 讓大家看看有什麼分別 它的頭 你當作是看年份版本 這輛是舊款的 這個麵罩 這次是126的 但那邊有點像 但其實大致上都差不多 頭尾泵把 對呀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位置 我現在才發現 觀眾可以看看 為何只是頭泵把的乘客位 即是左手邊 即是觀眾的右手邊 即是這裡 只有這裡才有入風口 而這邊是沒有的 這個設計又是多特別 這個不對稱的設計 現在令到有強迫症的我 現在有點不舒服 不過不要緊 看看做些什麼不同 929 難道我記錯 是929還是626呢 老人私傲也嚴重了 應該是626吧 是929 我記得好像是626 應該是 是626 不是的 929 應該是 記性又差了 應該是萬二九 因為他不是用那個名字 929 是香港的名字 我再查一查,記性太差已經開始忘記了 929 找不到相片,死火了之前那部是什麼呢 好像是用Lucy的名字 沒有記錯,我再查一查相片,找來找去找不回 是,929,929的名字 我還以為自己記錯,找不回合929的相片 我以為自己記錯,929,是929才對 又要再更正一下自己 929的話,我再查一張相片給大家看一看 929,因為我覺得929的名字比較 貼切一點香港,因為香港那個 當年來香港是用929的名字 再給大家看一看 我給大家看一看,尤其我個人真的很喜歡這套 929的,這個萬字得Lucy L-U-C-E 因為我習慣了用929的名字 但剛才突然間我又覺得老人痴呃,過了626 我自己都忘記自己記錯了 那他接下來那間是白色的,叫細田谷自動車學校 至於這部呢,他全部是假文,雖然我就不太看得明白 但不要緊的,這間學校是真實存在的 我查過一些字 不過就 我記得全部日本這些東西,日本這些日文我都沒有 不要緊的,我是查過的,但我不知道找不找到 總之是有這間學校的 但當然對於這輛車的資料,我那時候就沒有找到的 是的 那麼,再給我看一看一看車的籠 那又是不同的,儀錶板跟籠的色是不同的 不如正路的,儀錶板的色跟籠不同 儀錶板是森色,但籠是淺色的 客戶後面又是變回這隻色 但後面都不同的色,那麼有趣的 客戶後面的色應該是一樣的 應該 那麼 那麼 讓大家看看其他位置,細節位置 因為這個是後期的,一條過的尾燈 現在很多車都做了一條過的尾燈 但我硬是覺得沒有美感,例如像Lexus 我不是針對Lexus,不要誤會 純粹我剛巧想起Lexus來做例子 以前我們回到90年代 AE100或者這類的,現在眼前這一屆來做例子 你會發覺 人家就算尾燈那些抽東西一抽過 是設定做一體的 即使可能斬件好像這樣 這個沒有斬件,是斬件的 但起碼人家設計就像AE100 它的燈是一格格有pattern 但你現在看的那些一條線過 又不是說不漂亮的 現在的風格就是這樣 但我覺得以前的東西,始終是以前的東西有味道一點 又在這裏踩現在的東西,在這裏推翻以前的東西 以前的東西是正一點的 這個channel中止來的 沒什麼新車是比舊車的 所以見我們全部都講TLV,講TLV舊車特別興奮 即使自己沒有經歷過 那就是一格這樣 兩格都差不多 那這次這批車的QC,這批車我看是OK的 但當然其他車,我個人覺得有一點問題 例如我不怕說,因為這架貴,我應該先說 觀眾有知情權 但可能純粹只是我心理作用 就是這架今個月那部林寶堅尼 那部Contouch是否Contouch 這個黃色的林寶堅尼呢? 我講錯了,所以我也是林寶堅尼算了 我會發覺車頭的章是零零射射,好像有點歪歪的 好像現在的攝影機,我也不知道怎樣 我那些攝影機,我只要把水瓶射在攝影機上 總之我經常覺得自己的攝影機歪了 有時看出來真的歪了 但先說回車,車的章是歪歪的 所以如果觀眾可以開來看,可以先看一看 可能是我心理作用,但硬是覺得可能在 側巾可能差了 半個MM 但你的車這麼小就很明顯 一輛真車 你的章歪歪了半個MM 就未必是很明顯的 如果你站得遠,站得近就明顯,站得遠就明顯 但當你的車這麼小,你動了半個MM 或者大概半個MM 就覺得好像差很遠 差之毫尼,貌之千里 那這一集就先說,讓大家看一看這輛車 不知道有沒有特別 我真的不明白 不是不明白 我真的抗拒不了 這個人已經興奮到說不到 本身想說的東西 黃色車身,黃色已經很難拒絕了 鐵皮靚 就算它出了這樣的規格,我真的完全抗拒不了 黃色的,我一向都很抗拒車身有日文的 如果有觀眾,所以為什麼我不是那麼喜歡日本警車拉花 你看我買了那些,拍了開箱的那些 全部都是複面,即是undercover的警車拉 因為香港叫隱形戰車,好像又有些 怎麼說呢 太過神化了 別人不是什麼戰車 只是一輛普通的undercover的 如果你要隱形戰車 西部警察那些skyline 那個歐翼fair lady 那些就真的是戰車拉 是不是 未知隱形,但起碼一定是戰車 那三個戰車太陽了 但是又紅色又金色撞黑色 那些叫戰車 就不隱形 那這些隱形,但又不是主要是戰車那麼誇張 就是買這些undercover的警車 西部警察那幾輛炒得很貴 那個fair lady是真的很漂亮 但起碼現在起碼 現在不知五、六百元可以嗎 應該都不行,不能下樓 我以前有看他三舊幾乎 那時候正在讀書 心想說三舊幾乎很貴 現在出來做他壞了六舊 出來之後都是不捨得買的 紅興那一盒 我從讀書 後面出來做事 再後面到紅興 25周年大減價我才能購買的 你就知道我多貴呼寒 那好吧 今集真的說了什麼 再給大家看多一次這輛車 這輛燈子是挺有趣的 我也有想過 之前那時候 我買了929那輛 但那時候托2有部蛇蜊 它是左軚的 但是我想用來改了它做一輛 這些學神車 不過左軚 我說左軚學神車 就給你練左軚的 我貼了什麼左軚教閘車 就是跟著它的字 但我也是有點失敗 始終那盞燈 實在太的士燈了 如果一盞燈的尺寸 我再想 變一變換 這些燈可能會好一點 或者拔了一盞燈 它撞到頂 那可能會好一點 算了 都差不多了 讓大家看一看 Need Decker 我覺得就找一個這麼大部的房車 去做一個 學神車是有一點點 尤其是香港 一直 這麼多年來 大家 無論你什麼年代 我當不是上了年紀 可能是 銀發級別的觀眾 可能你的學神車 是摩尼斯 麥娜 那個年代 摩尼斯麥娜 應該不是 觀眾的 老爸 老母 甚至是 爺爺阿嬤級別的時候 才會 駕駛的學神車 到後來慢慢演變 可能到了90年代 變成 有些什麼 是不是都是 我記得90年代 應該是蛇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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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應該是蛇哩 還有些什麼 我沒有記得 應該是蛇哩 一定是蛇哩粉 到現在變成了 特斯 或者萬事得 萬事得二 M2 變成M2 學神車 駕駛的M2 哪一輛M2 那麼小 萬事得二 就是慢慢變得出來 都是小車 但反正如果有這麼大輛車來做 我覺得如果你給我 給我 我以前 雖然我考二號牌 但是你給我這樣 我駕駛 我應該都很猶 頭又那麼長 車本身又長 頭又長那麼多 你說如果我駕駛的車 我考路士可能我肥了 你想一下 當你來考鴨利洲 這樣 是不是 你 駕出去 你駕出去 你看條路 即是回到駕駛學院 你駕出來 頭那麼矯長 你駕多少才能看到 你不跟二號牌 考二號貨門 考二號貨門 你跟頭都不是相差多遠 比起 你不就相差幾十cm 這樣 這個牌 起碼是半米出來 所以 又沒有半米 是凸多很多 可能貨門 凸這麼多 凸半個頭 只是凸一個 這集就先說 我會有少少想 將這兩架車的字 蓋上去 但我又想不到 用什麼字來蓋上去 因為如果我用字來蓋上去 通常我都蓋得很肚炮 A4印 我也敢死 但起碼出來的效果 比寫日文好 但我會 想一下 用什麼來蓋上去 因為我不是 駕駛駛駛 所以這兩架車 我打算買回來 可能有少許改動 什麼改動 還未想到 不要緊 先放在這裡 起碼 就算我不動 這個黃色車 加鐵皮 這個規格 我依然是 不會忘記的 好了 今集就先說了 下集 再跟大家見 拜拜 拜拜